把鸡蛋液倒入肉末里面上锅蒸一蒸 出锅以后就是我们广东人春天非常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 鸡蛋嫩滑爽口,肉末鲜香美味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块猪的前腿肉 之所以选择前腿肉,是因为前腿肉三分肥七分瘦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先把肉皮去除以后,再把前腿肉剁成肉末 如果是用搅肉鸡搅成肉末的话,口感会差一些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老姜和几颗小葱,直接拍扁 拍好以后放入碗中,再倒入一些清水 用您的发财的小手把葱和姜捏一捏 捏出去腥蒸香的葱姜汁 葱姜汁捏出来以后,过滤一下,倒入肉末里面 先抓拌均匀 抓好以后再把肉末摔一摔,使肉末上镜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再倒入小半勺的盐、鸡精和白糖调味 一点白胡椒粉去腥蒸香 用筷子把所有的调味料和材料搅拌均匀 接下来起锅,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先放入肉末 先把肉末蒸6分钟 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碗 往碗中倒入三个鸡蛋 倒入一点点的盐增加底味 用筷子一边搅拌一边倒入温水 千万不要直接倒入冷水 如果是倒入冷水的话 蒸好的鸡蛋羹口感会偏硬 鸡蛋打散之后 再用勺子打干净表面的浮沫 6分钟以后打开锅盖 再把蛋液倒入肉末里面 鸡蛋液全部倒进去以后 重新盖上盖子继续蒸12分钟 12分钟以后取出蒸碗 在表面淋上一些蒸鱼齿油 撒上碧绿的葱花 增加香味,美味既成 这样蒸好的鸡蛋嫩滑爽口 肉末鲜香入味 用来拌饭吃真的太棒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